上午九點鐘 民進黨的吳憶寧一身 休閒裝扮黑色西裝外套 搭牛仔褲 前往西州鄉的 尊寮國小投票 今天就是決戰日 他說投票的地點 就是自己所就讀的小學 這個是我們村莊重要的小學 我就是在這邊 就讀小學的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現場 也看到很多的鄉親 都出來投票了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 踴躍出來投票 另外在國民大的謝伊鳳 同樣選在九點投票 戶籍地的投票 所示在西州國中 那麼他穿著帽T 跟著民眾的腳步 進入投開票所 想要做什麼事情 想要大吃一頓 還是睡個飽 還是怎麼樣 睡覺應該是很重要 我很想要睡覺 然後很想要運動 右邊與前兩天 比較涼冷的天氣 相較起來 今天的氣溫适中 增加民眾出門 投票的意願 那麼彰化縣選委會統計 全縣的總統副總統選舉人數 是103萬2636人 其中年滿20歲的手頭組 有15327人 而疫情過後 很多民眾習慣戴著口罩 不過彰化縣選委會也是提醒 一定要避免帶有候選人 號次名字標語 還有相關政黨圖樣的口罩 也需要拿下口罩 讓學務人員比對照片之後 才能帶回